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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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三个 Roger 人家也不知道他们的意思 大家好 我们是曼财少爷 哈 请多多计较哦 来给五五 - 谢谢 嗨 今天的主题是 我们喜欢的台湾水果BEST 3 耶~~ 台湾有很多超级的水果 对 水果 王果 所以今天想介绍 我们来台湾之路吃台湾水果 这个非常好吃的BEST 3 好 现在可以买得到的 因为冬天也有冬天的好吃的水果 对不对 嗯 那开始哦 我的第三名是这个 梨子 那西 那西 夏天吃得到的话真的非常好吃 没错 耶~~ 那我的第三名是这个 白香果 白香果 嗯~~ 下次的我的排名是 在日本没有那么多 有可能买不到的水果 我第一次看这个水果的时候 哦 这个什么东西也不知道了 我们知道那个日文叫什么 这个是日文的要做 PASSION FURUT 但来台湾之路 第一次看到那个全正的汤 这个就是PASSION FURUT 这要吃就吃了 够好 切好了 超厉害的 你切得很好耶 谢谢你 很感动 因为我以前 是在养老院打工库的 我第一次找到喜欢你的部分 好 谢谢 谢谢 我们的戏 白香菇 我让戏白香菇 很香啊 还有白香菇的优点 切得很简单 切就可以吃 いただきます 梨です いいね 水 いただきます 口感有些很特别 里面有粽子 然后旁边的果肉 是那个不哩不哩不哩的 有点QQ的 滋润滋润吗 我会形容 加很多形容的 吃起来呢 很甜的味道 可是里面是酸酸的 所以甜酸的味道 很特别 甜甜酸酸 还有QQ最最的 是的 其实我也非常喜欢白香菇 里一子 有蜜蜜蜜的也很棒 如果想喝饮料的喜欢 朋友给我里一子 也我可以介绍 对 这个也OK啊 没错 然后呢 这个水果的话 便敏的人吃的话 肚子里面也比较舒服 嗯 饮料里面也有常常出现 这个白香菇 对不对 那个白香QQ 我觉得 有很多日本人 没吃过白香菇的 对 真的耶 有听过Passion Fru 看 这个是Passion Fru 怎么办 然后里面是这个 吃完之后 可以用杯子 不行吧 不要用 放进去 红柴的话 变成红柴白香菇QQ 不会啊 其实呢 既有味道的话 梨子有可能是第一名 但这一点是 我自己不难切 处理器 比较 没有那么麻烦 可是 有一点点 如果有女朋友的话 也很想是 女朋友帮我切皮 你看看 吃完了 不要忘了 耶 诶 无聊吃了 耶 等一下 等一下 这三个 如果想人家吃梨子 不要一边看你 吃梨子 嗨 我的第二名 是这个 香蕉 真的很好吃耶 对 很甜啊 这是我每天吃香蕉 减肥的时候 也每天吃 现在也一直吃 好吗 我的第二名 是 巴椒 很像的 现在一样 巴椒是巴椒吧 对 我来台湾的时候 差一跳的心情是 台湾的 山椒的种类很多 对 巴椒 山椒 还有蛋椒 哦我没听过蛋椒 蛋椒也是比 巴椒大一点的 哦 是中间的感觉吗 哦 应该是 还有很多种类 吃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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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香蕉的厉害的部分是哪 每天吃也不会腻 没错 不卖 有的人说 水果王子就是香蕉子 因为 又好吃又便宜 不是多利安吗 对 多利安的话一般的人 这样说 可是还是 有的人不太喜欢 有的人觉得有一点点味道 有一点点 太臭了 我来洗巴椒 好可爱耶 对 我第一次看 芭蕉的西瓜 我以为这个是 失败的香蕉 因为太少 对 阴阳不够好 所以我觉得 Wakiyari banana 可是吃起来虾丝了 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呢 我自己觉得有点像苹果的味道 苹果跟香蕉的 混血儿的感觉 超级厉害的水果 是是是是 香蕉也很好吃 香蕉也很厉害的小孩耶 日本人吃的时候 真的差事了 我真的香蕉的甜度也刚刚好 香蕉跟谁煮蛋 每天吃 这个是我的早餐 要不要交换 好 OK 因为我每天吃香蕉 所以好久没吃巴椒 真的 很小 好可爱耶 皮的硬度也完全不一样 比较硬 对 好好吗 味道不一样吗 嗯 味道不一样吗 嗯 嗯 不是 我想知道 香蕉跟巴椒的味道不一样吗 还是不一样的 嗯 いただきます 哦 真的差很多呢 完全不一样 真的有点像苹果 在日本买得到的 香蕉是 从菲律宾来的 比较多 比较多 我觉得台湾的话比较高级 哇哦 嗯 好久没吃的巴椒也很好吃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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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吃完了 那我们的第一名哦 哇 那我的第一名是这个 风里 哦 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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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啊 恩来是风里的台语 是哦 恩来 对 台湾代表的水果吧 在日本没有卖这样的感觉 这个袋子是比较特别的 不是不是不是 这个袋子是普通的 日本人的话比较常吃 罐头里面的 风里 没错 所以呢日本人的印象是 风里的形状是全全的 中间没有 对对对对对 对啊 这个薄荷是跟日本完全不一样的 对 真的很好吃 那 那我的第一名是什么呢 我的第一名是 火龙果 很特别的 可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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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啦 你也叫做 可哟 对对对 这个也是我觉得 日本人几乎都没看过 有可能你一直看的 日本人觉得 这个 不是水果的 有点像 Wild Beats的 悪魔伸辟 对啊 伸辟伸辟 不是不是 古文古文 其实我没有看过 伸辟伸辟 更放松的生活 伸辟伸辟 这个也是 真的很特别 在日本 买得到吗 应该重想的 有可能 有可能 高级的水果店的话 有可能 有可能 但这样的感觉 平常有办法买得到 是 OK では 食べていきましょう いただきます 火龍果 头光光的样子 呀 全个东西头光光了 哎呦 很寒 为什么只有两个 只有两个 你偷吃了 没有啊 你刚刚一边吃 一边吃啊 我告诉你 这个火龍果很厉害的是 外面的话 它煎到火龍果 这样的比较凶的感觉 嗯 所以看起来 不容易薄皮的 嗯 对 我也不知道怎么吃 刚刚看的时候 我又有点吓一跳 这么简单吗 对 所以我看那个水果以后 我的看法也改变到 外表跟内心是不一样的 人类一样的 水果也是 外表是比较凶一点的 可是里面是 很烟性 很温柔的 就是火龍果 所以我最喜欢的是火龍果 哈哈哈哈 有这样的原因哦 是是是 味道呢 味道也是很好吃 啊 风梨 真的 很甜啊 甜点酸酸的味道 哪一个国家的风梨 我不知道 可是新的部分的话 有一点硬 所以 是不敢吃 对 台湾的话 全部都可以吃 这个是真的台湾风梨 很厉害的部分 对 我的妈妈也是今年 第一次去台湾风梨 她也是下次了 所以她给我点很感动 很甜 日本人对了 风梨的印象 比较酸酸的 是的 但台湾的风梨的话 比较甜甜的 对 这也是真的 很棒吧 嗯 而且啦 风梨对味很好 火龍果也是 哦 是我 便秘的时候 吃的话 是你一点的 嗯 你是便秘的人吧 你是有个便秘有关的事情 然后外孕的人 也是比较好 那为什么 应该营养的方式吧 我忘记了哪一个营养 可是我用电脑查一下 而且外孕的时候呢 今天不要吃的东西 比较多 嗯嗯嗯嗯 水果也是 真的? 对啊 因为有可能对外孕的人 有印象吧 当然啦 有印象才不可以吃 对 因为有很多种的 但是火龍果的话可以吃 嗯 然后吃完结果的 茶也是变成 哦 好看耶 小屁孩 吃完结果 每次我看镜子 谢谢 等一下 我跟你玩一起 这样OK 跟你玩一起玩 我可以接受 现在你就一个人吧 还是可以 在家里一个人 这样玩吗 对 然后吃 小屁孩 很好吃 嗯 所有的水果都好吃 对 其实我今天介绍的水果 全部都是 我来台湾以后 第一次看 第一次吃的水果 比较特别的水果 嗯嗯嗯嗯 所以呢 还有西方的水果 是更多耶 真的有很多 真的 买不到这样非常喜欢的水果 很多耶 对吗 真的是水果殿堂耶 是的 请大家告诉我们 你们喜欢的水果 我有听过呢 台湾的朋友 去日本的时候 喜欢吃草莓 好美 好美 很多人说 日本的草莓比较好吃 真的假的 哇 三月二月份的水果 我在唐多西家 买大湖的草莓 也很好吃吧 对对对很好吃 所以我没有那么感觉 日本的比较好吃的 没有这种的印象 但很多朋友说这样 所以如果你们有去日本的水果 一定要吃的水果以后 这个也我们想知道的 对 苹果 是你的吗 DJ的青春的苹果很好吃 是是是 那种水果 很棒耶 对 谢谢 谢谢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请多多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还有我们有 联系的粉丝 短Instagram我也有 请多多举举与 拜托拜托 ではでは またね 再见